各位同心 我們這節課是由潘宥謙潘老師帶來演講 請大家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午早 今天去空海島 今天去上課的整日的 會比較累 今天要講的課就是戰爭法 標題就是打架怎麼打 戰爭什麼法 我們在國際法的時候 沒有一本掙 沒有一本掙 國際法 把整個國際法都講完了 國際法是一個知識範疇 它是一個知識體系 所以它有條約有公約有國際慣例頂頂 在這裡請請大家 今天第一次來上課的請贏手 好 所以初期班沒有上課 今天是國際班 剛才來上國際班的就是今天剛才 上兩禮拜沒有上過初期班的請贏手 所以你們 頭一次上國際班 這樣聽這問課會比較重 因為 初期班會跟你講一些基本概念 這就比較講到這個法的東西 我把這個科學 對這個新台灣論 如果不買新台灣論的 趕快去購買 因為我們的這個 國際法的論述 在這個新台灣論裡面是很完整的 還後面出的那個四本的 建政書 開國裡面 我對這裡裡面把資料拿出來 今天這問課大概是在講這個 我們上課九點二十來 國際法戰爭法 那是說 戰爭 就收拔 兩國收錢 它有什麼法律 收拔有整支 有喔 什麼整支 打到贏的危機 還是打到死危機 打到死危機 我們的觀念都這樣 打到死危機 打到打的要休息一下 穿兩分鐘 再打 我們現在在講的 國際法在喚 那是一個文明 文明的這個人類的歷史 到現在 慢慢從這個經驗 演變出來 過去當然 部落 還是人跟人中間 小人有打過 有小打過 也知道嗎 打到對方 人數 還是打到對方 走不路這樣 我們過去 我們用小打的觀念 如果來看戰爭 會 差很遠 我們來看 人類的衝突 就是從季度開始 從心的狀態 從這個狀態 從這個狀態開始 這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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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els 這個文字 所以這隻 你要用猜技來說 猜技比較 完全 看看 猜技比較 為什麼有猜技 就是因為沒有信任 沒有信任 這是在記關 fight 感情 關係 一種 人跟人 基根 一種 關係的概念 衝突的根源 就是信任關係破壞 所有大大小的事情都是這樣 人家沒有離婚 像... 那個... 那個... 祭山 大家都是這個 基本 原則 產生出來的 猜忌或是季度這件事 比你比較好的你怎麼會季度 會不會 不會喔 有人不會啦 有人會啦 所以台灣人 有一個不好的 習慣性 看不到人好 人家做得很好 就想要找地方買 很多人有這種想法 這種就是猜忌 還是季度 你自己的季度比你比較壞 不會 因為他比我比較壞 其實季度不是季度比你比較好 季度 的原點 就是季度 就是說 這個人 你認為 這個人不應該得到 這麼好的 寬體 還是這麼好的福氣 你個人認為 他不應該得到 比他現在的身份 比較好的態度 這種就是季度 所以這個人比你比較好還是比你比較壞 不是 季度的原因 季度的原因就是你個人認為說 他不應該 他每天在那邊用卡電話 薪水而已比我更高 季度 你覺得他不應該 所以這就是季度的根源 他是主母中心 全世界如果剩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主人 民主 如果有兩個人以上 就不可能有民主 但是人因為 很多原因 過去到現在 我們都回到這個源頭 就知道 人 就是主母中心 美國的獨立宣言裡面有一部分 他講到 人生而平等 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多多的權利 跟生命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 美國的憲法是怎麼有這種觀念 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文化裡面 他們什麼文化 基督教文化 所以你不可能脫離基督教文化來講 人權 因為這都是 歷書 有那個脈絡 有那個痕跡 你可以追溯得到的 我們來看一個 聖經的出出 創世紀第四章 他就說一個故事 夏娃 亞當夏娃就是 聖經故事裡面在說的人類的祖先 最開始有兩個 亞當跟夏娃 生 夏娃生生這個 他的 大小叫做鴨 改營 改營是這個政產的 亞婆是這個 母營的 他是 牧人 他們兩個都會獻祭 就是 古早時代 我們現在 我們說拜拜 那個獻祭 那個觀念 其實就是一個 虐的觀念 約定 虐的觀念 所以我們現在說國際法國際法 那個法也是一個 虐的觀念 所以最最基礎的 法 法律的觀念 對這個 信用 算成 所以 憲經會分作 古虐和深虐 這是虐的觀念 法律法治的觀念 這個 改營 改營 他獻祭給上帝 亞婆也獻祭給上帝 結果上帝說 我不喜歡改營 因為改營正產 亞婆獻那個銀子最好的 有人說 這個上帝吃車的 他不吃菜 所以 所以他喜歡 其實不是 這聖經的故事是在說一點 相對看人的心 裡面的心在想什麼 因為他有特別寫 特別寫 現在 這個 亞婆將他羊中 投身的 羊 獻上 這是 第一水 最好的 獻上 上帝看到他的心意 所以接納了他的那個祭物 但是 他沒有接納這個該營的祭物 所以該營嫉妒 為什麼你 接納他不接納我 嫉妒 所以 第一件殺人案 聖經故事裡面的第一件 人類史上的凶殺案 就是 兄弟自殘 這個人的祭物還有說 上帝就跟他問 跟他問說 你的兄弟在哪裡呢 你的兄弟在哪裡 跟他翻臉 跟他翻臉 他說我敢是 我兄弟的 看護人 還是說監護人 這個故事裡面有說的一點 人跟人的關係是要 有接納 有祭物 給他照顧 這簡單的一個人的 這個 觀念對這三星 所以 該營剝奪了 亞伯的生命的權利 所以人有寬力 人權 他那說人權人權 人有寬力 但是人也有祭物 人一定有 有權利就有相對的義務 沒說有權利沒有義務 所以人對人有彼此照顧的責任 我對人開始講講講講的國 我們對最基礎的 講到最頂端 所有衝突的基本型就是價值 價值衝突 全部的衝突就是 價值衝突 你說金錢 金錢就是價值 我感覺 一個家庭 我感覺 買這台車 三萬塊 那就可以了 我才買三萬塊就可以了 我太太覺得說 三萬塊太貴 你要買二手的兩萬塊 這就是價值不一樣 要刪成衝突 衝突要怎樣 協調 另外一種 完結 完結也是一種協調 比較激烈式的 協調就是 比較溫和式的 完結就是政經 協調就是協商 一種協調 老婆覺得協調 協調好協調 協調好協調好協調好 這台機車用 兩萬七千五百 不用啦 老婆用協調 差不多要離婚了 所以有兩性的衝突 兩人關係不好的衝突 兩人關係不好的衝突 金錢的衝突 家庭的衝突 社會的衝突 所以衝突有很多衝衝禮 全部的經緣就是 隔壇的衝突 解決衝突的方法 協調 公親有聽到嗎 公親變屬主 屬主就是衝突的 襯鋒 是怎麼說公親 公親怎麼來 老母叫什麼 母親 老婆叫什麼 父親 父親 阿嬤 媽親 這是什麼親 在那個台機裡面比較文言 阿公 就是公親 公親 我們現在概念是說 要是來做一個仲裁者 那是公親他不是媽親 他不是父親 不是 母親 是因為 過去 如果外面長袖的 是大人 比較有體育 所以比較叫 阿公 公親 來做仲裁者 家庭 婚親三生的時候 叫比較四大人 有年紀的 比較有體育的 來做仲裁者 有在外面在走種的 差不多都是男人 所以 他們 月曆 他們的人生 歷練 比較多 經驗比較多 所以要請 公親 來做仲裁者 所以撕掉啦 公情 或是說 解決衝突的方法 找公正人 或是說 第三方仲裁 就說 要撕免利我 利害官方的第三方 來做仲裁 這是解決衝突的方法 所以有一個 一問科叫做 中信第三者 衝突 的這個科 中性的第三者 他們的訓練人 不用去解決 衝突的這個科就對了 衝突 就是一種衝突形態 衝突 激烈的衝突形態 衝突的 類型 一對一 電骨機 我小的時候也是一對一 電骨機 但是 人類會演變啊 他比較大 我比較小 我跟他 怎麼訂也輸 對不對 多對一 台語說老人 笑話要完結嘛 你在這裡 不要走 好大不要走 等下 等下 以前 也是傻傻 等啦 等你 叫人來就放牧師 多對一啦 唯欧啦 打架的形態喔 這我們待會兒 戰爭法就說到喔 同樣的類型都會在戰爭法裡面說到 多對多 群架嘛 好 我這邊 私利 我一個人 私利10人 2月 我叫20人 多對多 這是打架的形態 多對多加工具 本來都用手 多對多加工具 變邂途 你 你拿這個架 我拿我給他拆桌 大家是這樣 族群對族群 出操 族群對族群喔 你這組我這組 我是泰雅族 你是北南族 出操 要爭奪 因為衝突嘛 地盤嘛 資源 資源的那個使用衝突 資源有限 但是 使用的人 要爭奪最大資源的最大利益 所以產生衝突 這在經濟學也會封到啦 經濟學也有這種原理啦 所以 戰爭是一種 衝突的形態啊 幫對幫的戰爭 戰國時期吧 幫對幫啊 那不是說 戰國七雄那個七雄那就是幫 那不是國呢 戰國戰國 那時候那個國的觀念是那個城邦 就是地區上的一個獨長 還是說地區上的頭人要依靠用 就一個人來 武裝起來 我們這爭的 怕他們這爭的 那時候 歷史就記了說 林家莊 打陳家莊 陳家莊打王家莊 王家莊贏了 併吞 林家莊 陳家莊 戰國的觀念就是 早期就是這樣 幫對幫 國對國的戰爭 比如說兩一戰爭 伊朗伊拉克國對國 伊拉克科威特國對國 這叫做國對國 單一國對單一國 所以 國跟國就是 你如果用國是一個國家法人來講 他就是 頂國旗 海山伊拉克的政權 入侵科威特的時候 科威特比較小 對不對 老人來有沒有 老什麼人 美國 你用人的觀念去想這個 戰爭法大概是 這個形態 所以 美國 美國 因為當然 國際警察的身份 他就進去 改立 這個 國各國的 那個戰爭 一個國對多個國的戰爭 7日戰爭 有聽過嗎 以色列7日戰爭 他就是一個國 對國 這 當然後面要有一些 幾齊 有馬國 有 一對多 以色列 一國 參戰方 埃及 敘利亞 約旦 伊拉克 四個國家 四個國家打一個國家 還有 刀牆手 我不要真正 我刀牆手 後面就在出 這什麼 這都差不多 這個回教國家 以色列是猶太教國家 所以 價值是 那個衝突的最基本那個原型的 就是價值衝突 什麼價值 信仰價值 一個回教 一個是猶太教 你如果可以看憲竟 你也知道什麼價值 因為回教他 他也是長子 因為他有共同的祖先叫做雅伯拉罕 雅伯拉罕 他有生了一個兒子 跟 他的女僕生的 叫做 以斯瑪利 他覺得他們 是大小 以色列覺得他們是大小 是因為 他是 正公 雅伯拉罕的大母 生的小小 當然 雅伯拉罕到後面 已經都不是這個問題 他覺得 我看你不爽 你看我不爽 我感覺 我的聖殿應該要蓋在耶路撒冷 你現在以色列 他在耶路撒冷藏起來 變成我們不能去耶路撒冷 坐禮拜 或是望明撒冷藏 所以三星 很多很多的聖殿 這聖殿不是今天比較發生的 這已經兩千幾年了 兩千幾年了 所以 你看他這個時間點1967年 發 那個發生地點在中東 以色列軍聖 造成了什麼問題 造成了 土地變更 戰爭之後 就會有這些 很多事情要做 多國對多國 剛才我沒有說 我這次我一個人對你10個人 後來我叫20個人 打你10個人 多國對多國 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多國對多國 戰爭法的行程 拿破崙 出生在1769年 他死於1821年 在這個時間 拿破崙他建造了一個帝國 法蘭西斯 後來大家都很怕他 他也跟通敵跟殖民 這個時候 大家在戰爭 發覺說 戰爭 開始要有一些 那個 約束 不可以侵略 如果你侵略別人 改天 也會被人侵略 那這樣 整個 整個世界 因為世界就是 整個後來覺得會混亂 所以應該要有一些貴賓 慢慢的形成現在的所謂的戰爭法 國際法 條約的形式要怎麼簽 這個樣子產生的啦 你看看這個時間點 1769 1821年 萬國公法就是在這個1836年差不多拿破崙時代之後 開始大家感覺說 國際應該要有些法律來 範署 來 幾點幾番 所以 萬國公法在1836年出版 這個 Elemen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就是說 國際法的這個 粗暴 或是國際法的這個基本 概念 這本菜大概是在說這個 戰爭法的來源 這個是在說國際法 戰爭法的來源就是 這個是 國際 萬國公法是 整個 美的社會 公民說 要尊重這個 做基本 做所有國際法的基礎 慢慢的 三星新的 戰爭法 戰爭法的來源就是 公約 還是條約 戰爭慣例 還是說美國的一些 最高法院判決 戰爭法 就是戰爭必須遵守的規則 以前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沒受到這種的教育 我們是說戰爭 我就看你不爽 我現在 一個火鍋 按鈕把它刺下去 撥過去 我贏 我們就想說 戰爭很簡單 戰爭是一個 很嚴重的事情 我今天 小孩子把戰爭法 這一個 可說後 大家都沒想要戰爭 戰爭很可怕 很恐怖 沒想要戰爭是因為 戰爭很垃圾 要做很多事情 一個國家要戰爭 要做很多事情 要照法來 如果沒有照法 是會受到罪財 鄉雄早 大家嚇一下 這 剛才插一下 某種的度 讓大家 精神一下 這摔角 大家有看過嗎 沒有 打真的打假 假嗎 不然你去打一下看看 會死嗎 打真的打假 摔角 他是打多久 打假是因為他沒有打死 對不對 他沒有打死 但是也有打到死 日本的摔角 一個米骯 他就是打到 從 在上面 心臟病發 就死了 我把這個時間拿出來 我們覺得他是打 真的是因為 他真的在打 如果像過 像過初期班應該知道 真的假的要怎麼說 他真的有打 這件事是屬性 我們覺得他打假的時候 他打不死 是不是 覺得要打死才是真的 打真的就是 他真的打 我覺得他假就是 他打不死 但是摔角 你要想 我有去看過 在台北的小巨蛋 一張票三四千塊 我記得坐一下 很高興 讓他打三分鐘 結束 出來 這樣對 我坐三分鐘 三千塊 所以 他們要 雖然是 摔角 他是最表演的 運動 他也是真的打 因為那個有練過了 不然我去你給他打一個就死了 是不是 他真的打 他要打 所以你會覺得說奇怪 他在打都不會動 向向他撐起來 還把對方打下去 反而他不會動 因為 他們要 向上 保護 向上表演 還要一定 一個人 貼得比較沒 就輸了 那個價格 是 這部分 所以我沒有 海山 五千塊 去比坐三分鐘 如果真的受打 我們有加人受打過 這十部會有加人受打過 真的受打 差不多兩三分鐘 你就沒力了 為什麼我們打三十分鐘 表演 休息 戰爭 打一天 一禮拜 還是一個月 還是一年 建政法 有 有 有約束力 有 如果沒有我們今天去賣坐在這裡 我們今天去 我們的明文就受到建政法很影響 一定是有 我跟你說這個 鄉鄉再走這張 誰不走 想說 阿泰 再走來這 打哪球 這山不能走出去對不對 你求走出去 什麼人摸到走出去就是 算對風的 所以 你拿到球的時候這條山你是不能打到的 你打到就是 求算對風的 這條山在沒有人在打哪球的時候你才會怕說去打到 不會吧 但是你在參與打哪球的時候你就會怕去打到嘛 那對你有效力呢 那條山不是八八一條月你那裡沒事情的呢 那是你在打哪球的時候對你是有效力的 換一句話說 政政法會有效 你沒有政政的時候都沒有效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參與政政的時候就像你參與打哪球這個 遊戲規則你要尊叫這個遊戲規則 還有差的盤 盤說你對得不對 你是不是有犯規 政政法就是這樣 政政的時候就拿出來用 打哪球的時候這個山的規則就拿出來用 不然政政的時候這個山你怎麼打怎麼吞都沒關係你倒在這裡都沒關係 政政法概念是這樣 政政法的作用 政政法的體制 來 海牙公約 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會關於戰爭的部分 陸軍總署 美國最高法院戰爭的判例 這是一個體制 它有很多條 這個政政法 這是慢慢的大家打久了慢慢的演變出來 海牙公約的系統由於巴黎海戰宣言 聖彼得堡宣言 這些海牙公約 這都是在喊這個 作戰的手段方法的條約 以及慣例法 所以要喊這個 喊這個 不可以怎樣 戰爭回故事裡面有說 有關 開戰 開戰就是 參加戰爭的 那個 資格 第一要達到的條件 開戰 要開始戰了 簽署國承認 相互兼敵對必須以宣告戰爭 說明理由最後通牒 有條件宣戰的形式 事先明白警告才可以戰爭 戰爭要先說 我要跟你打 最近歐巴馬沒有宣告 我要打那個 什麼 伊斯蘭果 他最近有一個宣告 但是那個有合法不合法 我現在看這個網路 外國開始有人在說 他是不是有受過國會的受款 人家會討論這個 是因為國外 國座人都知道戰爭法 應該怎樣開始 所以人家會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看了新聞說 歐巴馬要戰爭要打這樣 裁判 這個裁判就是這兩個人打的時候 他要做一個開始 開始的動作 這個法律就是這個作用 開始戰爭你要怎麼開始 摔角有一個裁判者說開始 但是戰爭不說好開始 戰爭是說你達到某一個條件 開始戰爭 所以戰爭是被嚴格要求的 不是隨便就可以戰爭的 頂頭才有寫 這就是大家那個 這個裁判的出處 你如果有現場 你把它記下來 回去 會比較快 因為我幫 大家把它整理出來 這是 台灣戰爭史回顧的第150篇 那一篇文章裡面 宣戰權 宣戰權就是說 一個有主權的國家 他的管理 他的主權裡面的 一項 其中一項就是 宣戰權 日本要不解禁的時候 你沒有宣戰權 所以日本不是 完全主權的國家 宣戰權就是說 這是主權的一部分 一部分的權利 中國殖民政權確定不是主權國家 一方面因為不擁有主權 權利所生的宣戰權 而沒有保有軍隊的正當性 另一方面因為不享有聯合國 憲章第51條架構之內的 智慧權 無建立智慧的正當性 這就是在說 共和民國 共和民國 劉門政府來劉門 他就不主權 所以 每次總統 如果 他們的總統 選舉選調 他都說 不同 不獨 不無 不無在說給誰聽 為什麼 我們想說 阿公阿公聽 因為要統一 不是啦 他要跟 他的老闆美國說 他沒有宣戰權 他不有啦 他不可以有 所以你想說 紀德劍 廣邊 菲律賓 承西郎 紀德劍開出 說要宣示武力 說什麼槍頭拿下來 要打 不可能打 那表演 他在媒體上面 你幫他做 讓你說 他真的 像是要捍衛主權 不可能 菲律賓的老闆美國 中華民國的老闆也美國 美國有可能給他 兩個人 所以我們看媒體 看新聞的時候 有時候他都做表面 做假 宣戰要形成有效戰爭的必要條件 你注意看這個宣戰 宣戰英文 Declare Declare的宣告 所以開羅宣言是開羅Declation 宣告 宣告先講 先講就打下去了嗎 沒有 先表明 宣戰的用語 這招書就是 日本天宏 用美國 選戰 這個招書 日本天宏 用美國選戰 所以 選戰的生立標標 不是說你 好今天開個記者會 我宣戰 你就可以宣戰了 你的身份是什麼人 戰爭 很嚴格要求的就是這種東西 你身份是什麼人 不然你叫一個小朋友 說要戰爭 前輩說 那小朋友說的 所以你把那個態勢就好了 我跟我無關 戰爭是一個集體性的意志的一個活動 台日本帝國的憲法說 天宏 可以選戰 購合就是說 天 河 還有 締約 這是 天宏的管理 所以天宏是國家法人 法人最高位 的那個 那個那位的 對 的那個執行者 所以 帝國憲法裡面就有說到 天皇可以選前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 有這個教書 是天皇選前的 如果共和立憲制 美國就是共和立憲制 他的國會通過 通過才可以選前 這是國會選前 什麼人選佈 總統 總統說 總統說 這兩個條件要達到 可以選前 再來 優侯的條件就是 要有明確日期 要有時間點 才是優侯的選前 不是說 你說我要打 當時要打 不知道 1894年8月1號 日清角戰爭選前 1898年4月20號 美國按西班牙選前 1941年12月8號 美國 對日本選前 日本先對美國選前 再來美國對日本選前 開始戰爭 還有理由呢 你要戰爭你要的理由呢 說是因為什麼樣的關係 美國差不多都是 我為了要反抗 恐怖組織 用這個做理由 其實他的動機 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為了什麼理由 他是為了自由 海牙公約第四 第四公約第一條 就說了 開戰宣言 必須要富有理由 或者是明顯的最後通碟 才能形成合法戰爭 最後通碟 你說你12個小時之內 你要導航 不然我就打 還是你24小時之內 你要交出人質 還是做什麼動作 不然我就打 這叫做條件 選擇不是說 你說就可以了 還要得到 國際社會的生命 違反戰爭法 所以過去我不知道說 新聞說 違反戰爭法 什麼違反什麼法 什麼違反就違反這件事 戰爭其實有 他有整體的 中華民國有沒有對日本帝國宣戰 有沒有 沒有啦 你如果去看這個 戰爭回故事181 你看 因為新聞不對 他的宣戰就已經失敗了 開打 選前要打 要怎麼打 用手打 用腳打 用焦頭 用火鍋 連怎麼打都有規定 可以塗炭森林 原主堂核子彈一顆錄下去 贏 可以這樣 他是被限制的 可以燒殺入獵 我來這裡要打 來 你來做我的路 還是說 你的錢都拿出來 可以這樣 這種的戰爭就是停留在這個 拿破崙時代以前 中國的訴訟大概都是這種 所以他覺得 戰爭就是侵略 就是禁令 所以我來這裡 站在這裡 這就是我的 你的觀念是這樣 戰爭 戰爭 戰爭開始打的時候 是用這個戰爭 就開始 我們的訴訟 戰爭 所有的 戰爭法裡面 在規定的就是 戰爭 日內外公約 就是在說 戰爭區 戰爭軍 戰爭的這些規定 海牙公約裡面 找不到說 Win Winning Army 就是找不到戰爭的 戰爭這個公法 戰爭法裡面有說 他在注重的是什麼 occupying power 就是在說 簽名款 什麼人 擁有簽名款 在規定這個東西 你如果專門 專門把對方 征服 你就是有 佔領權 佔領還有虛資 簽名還要怎麼簽 講到這裡 開始有感覺 戰爭很落實 有沒有 開始說戰爭做的時候 不能戰爭做的時候 如果要簽要贏 不然很慘 就像我們這樣 佔領虛資 你如果堵得武裝人員 沒有什麼 就打開了 一定是打開了 武裝人員他拿槍 你也拿槍 拿槍 你拿槍 我拿槍 你是我的敵人 我是你的敵人 兩個面對面 抽一下 不然要打 就已經宣戰了 不可能 一定是打開 剛才武裝人員 就開始戰爭了 就開始打了 要怎麼打那就是 振錢的軍事的策略 打了 如果對方導航 導航 走白鞋 來 怎麼 打或死 這樣可以嗎 2-2-8我們就去拿槍 我們的 四大人 我們的阿公 老爸他們就是拿槍 去說 我們要用槍 結果 也是去用武士 我們的四大人 2-2-8死的家 就是這樣 中華民國 剛好有照漸漸發 在走 這些人 打死 要去打賣 都知道有特色 要知道要怎麼說 這些人 沒死後 我們這裡沒有特色 後來 就不知道說 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洗 怎麼把我們洗成中華民國人 如果剛才民民 怎麼可以打 所以他在封炸的時候 就有些新聞記者 就把一些 的孩子打到 就像撞去的老火 就把他的媒體報給看 欸 真正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打平民 不可以打平民 日內外公約的體系裡面 他就有規定說 要改善暫時的 傷者待遇公約 要到什麼 要救嗎 要救啊 要以外的人 為什麼要救 那就是戰斧 你要把他救起來 人家的文明 國家的戰爭是這樣 不是說 要死後 就讓死後 反正他是我的敵人 中國的思想就是這樣 全部給他殲滅 你要死後 先把你先去敲敲的 看有什麼 可以拿嗎 再來 1949年改善武裝 人員傷患 待遇公約 以及平民保護 戰爭是這個軍人的事情 有民民 你看到民民 雖然是你的敵對國 你可以打死嗎 不行 戰爭法在規定這種東西 文明的國家 在戰爭的時候 有科目到很多這種東西 不然有打打的 還投物資給你救濟 這就是文明 台灣人剛好需要做兵 那國際法要知道說 原來我們做兵都做過大胎 在那裡效忠領袖 大家做兵 男朋友回來說 我以前大膽 怎麼怎麼 說到 全家全家全家 全家的 賣相像做一個兵多厲害 結果都做假的 大家做兵回來都會臭屁 我以前 扶你挺身子一千個 都在說這個 我們說做兵的兵有的 但是 在想我們不用做兵 海亞公約第45條 禁止強迫被占領地的居民 向敵國宣誓效忠 禁止強迫被中華民國 流亡政權 占領的台灣的居民 日本 台灣人 的我們 向中華民國效忠 違反這條 所以 我們換一個時刻來說 美國去打伊拉克打完 還會叫 拿錢給伊拉克的人說 你來做外賓 你來做外賓 還想說領綠卡 你就不用辦移民 可以這樣 現在不得宜傳主管 那外賓就算了 現在不得宜傳主管 是在這個 現在 如果宜傳主管 伊拉克就變美國的一支 全國的伊拉克都不用辦移民 全部 全部拿綠卡 拿公民 拿美國護照 如果可以 現在如果可以宜傳主管 就變成這個事情發生 會有可憐 暫領不得宜傳主權的法源 我們來看這個 暫時保護平民的日內外公約 你如果上網這個ICRC 聽管這裡有一個 這個網站你把它理下去 來找 裡面條文你就會看到 暫時保護平民的日內外公約 第47條 本公約賦予 在佔領地內被保護人的各項利益 均不得因佔領領土的結果引起 正正正正 這裡 所說的 在任何情況下或依任何方式 加以剝奪 你不能剝奪當地人民的基本權利 你要照當地的法律實施 他把中華民國憲法搬來 他人過來 把他們的那套搬過來 我們已經實施台日本帝國憲法 他把那套搬過來說 這比較是我們的憲法 我們要真正的憲法 現在民進黨就勝出 所以 台灣的憲法 變成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樣 打久了 打一天會累嗎 一天不會累 一星期就開始會累 因為戰爭是很緊張的狀態 一孤月 一孤月也很累 一年 有得打那幾六年 很累 對不對 戰爭的過程會累嗎 累了想說 好不然不要打好不好 不要打就算了 不要打 這有事情要做的 不要打 有不要打的幾句呢 戰爭 分類 交戰國 佔領跟善意佔領 戰爭那個時候就是 是處於 佔領的狀態了 和平 簽約以前 和平條約簽的時間以前 處在戰爭狀態的 就是交戰國佔領 交戰國佔領在作戰以後 一方投降或者要求停戰 投降 停戰 這些事情喔 這些戰爭裡面要做的事情 要做的動作 雙方停火 自和平條約簽署前 這種叫做交戰國佔領 那和平條約簽署後 簽了 叫做 友善佔領 是善意佔領期 軍事政府的平民治理體系 這個Civil 有沒有你看這個Civil administration 同時對於佔領 事宜無論哪一個階段 都可以委託他國代理行使 他國代理行使 這個說什麼 美國應該是要佔領我們的 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委託他國佔領 代理佔領 他委託什麼人 典化民國 他委託 所以斷議才會來 這個體系就是說 美國國防部的陸軍總署 也有匯編 這些資料就是在規定這個東西 這是佔領狀態 停火和停戰就是 戰爭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會遇到 我沒想要前 我很疼 我打很久 打很疼 我沒想要打 一方沒想要打 一方沒想要打 就可以刷了嗎 這樣可以刷嗎 不刷啦 兩邊都沒想要打 比較少會刷 我這樣說我等一下會補充補 德國在柏林那時候 1945年 這兩個人 格培爾 柏爾曼 他要跟蘇聯說 不然我們停 不要打 很疼 打得很疼 還停 五月停機又很熱 出去都流汗 很辛苦 怎麼停一下 結果 朱可夫要求 他說你要停好 你要導航 你中國要停火要停戰 你可以 你要導航 所以要求德軍無條件投降 結果呢 投降又不是 你軍隊說導航就可以導航 他剛才選前是有新婚的嘛 選前是 那個 風帝天風 可以選前嗎 還是說總統 經過國會黨也可以選前 導航也不是你可以導航 所以他說 超過 戈培爾的權限 所以柏林的戰士繼續打 他很疼啊 還不能導航 想要停火 停戰 但是要繼續打 沒辦法 所以 一直到1945年5月2號 投降 投降就停火 停火之後就沒問題了嗎 算了嗎 那不算了 很多事情 1945年8月15 投降 停戰交戰 就是交戰停止 八月十五 交戰停止 這個時間停前 停了 沒問題了嗎 不用做了嗎 那就沒問題了 沒有喔 要協商 協商什麼會 再接 接 要簽什麼東西 開始要說 好我導航我輸了嗎 我要簽什麼東西 交戰國發生佔領的情形 交戰國佔領的這個時候 佔領地區被稱為 我這獨立出來說 被稱為獨立關稅區 Customers Territory 獨立關稅區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加立世界貿易組織 是用什麼名稱 我們不知道 關稅區啦 我們不是用國家的名稱喔 這個 獨立關稅區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戰爭了嗎 要簽定 要做生理嗎 物資也是要進進出出 要做生理 這個經濟體 經濟體 在佔領狀態 這個地區的經濟體 要叫做 獨立關稅區 所以我們加立世界貿易組織 WTO 是什麼會 就是這個經濟體 這是交戰國的狀態 被稱為獨立關稅區 WTO的這個網站 我們大家去找 你把這 Membership 這個會員 WTO的會員 你把它移下去 你就會看在這裡 有沒有 separate customer territory 獨立經濟區 這獨立經濟區包含了 台灣 澎湖 金門 馬祖 這個特別 我們叫做特別關稅領域 因為這什麼特別 因為這個經濟區包含了 兩個國家不同的領土 這個就特別 來導航 戰爭回故事 363篇 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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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幾個 想說導航 欸我導航 我導航 白鞋子 帶我導航 就算 導航有幾個 無條件投降 與全面停止戰 戰爭 在法理上 以本質不一樣 導航 無條件導航 跟天前 這是不一樣的事情 無條件導航 就是發 的法律就是說 無條件導航 這個狀態 不是經過 協商的 不是協商的 敵對狀態 無條件導航 是因為 對方的 武力 完全 制服 對方 所以 你沒辦法 無條件導航 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 屬於國際法的慣例 無條件導航 是這 這個 國際上面 大家都有這個慣例 你導航就導航 不用說導航 天皇的無條件導航 就是純照說 接受 婆子坦宣言 婆子坦宣言 怎麼可以再說 導航 也有導航的協定 投降的協定 那 大部分 這個 surrender 都是無條件的 有一種 學法有條件 怎麼協商 那種的叫做 投降協定 協調過的 如果無條件的 就是 不是經過協調的 就無條件這樣 投降需要做的事情 投降要做是很多事情 戰爭到這裡 我說到這裡 已經經過 要經過 大家覺得累了 戰爭很累 真的嗎 聽起來 演講就覺得很累 還要戰爭 戰爭有投降典禮 導航還要 辦一張 典禮 說我要導航 導航 這就是一種公告 說 全世界說 我 真的 要 導航 不是嘴巴巴巴 這就是這個 建政法裡面 要去做的 事情 導航是 導航是8月15萬 這典禮 是10月25 9月 9月 9月1日 10月25 是在這個 投降書的後面 對不對 導航先簽 在這個秘書餘店 簽 好我簽導航 所以你會看這個 這紀錄片上面 所記載的 導航他簽這個 投降書 有一個典禮 典禮的那一場 我們來看那一場 在這裏 這是一個典禮 你看到中國旁邊 又 這不知道看哪有 這有拿那個 白腳的 你也來參加 那個投降典禮 奇怪 日本兵才用 打輸 中國兵才浪 打贏 所以我們是大人 看到 這個 中國兵來的時候 覺得怪怪 日本兵 炯炯炯氣洋洋的 輸了 中國兵 殘弱的 贏了 這個 價值觀完全 衝突 典禮的內場是這樣 有看過外場嗎 有 你們一定有看過 像最初級版 你們有看過 這是外場 外場 他說 中國戰區 台灣那是中國戰區 台灣是 太平洋戰區 外國人看不中文 這要騙誰 騙看這個 漢里的台灣人 中國戰區 台灣光復 台灣光復 前提就是說 中華民國出生的時候 1912年的那個時候 台灣是你的領土 那因為戰爭的關係 暫時被人家拿走 那你在戰爭的過程 你又把它拿回來 這樣就光復了 1985年的時候 就已經掛給日本了 再掛一部分 西部海岸區 經過日本照國政法 把我們建構主權 整體做起來 那摄疏今天要承台灣 也是承 誰海盤 就是我們這裡 當海盤 要怎麼承 但是可以這樣承嗎 第二個問題 要承給什麼人 他不是 中國擲出來 是台青帝國擲的 中國完全接受 台青帝國的領土 這裡上面有的 沒有的 中國跟領土台青帝國 它是同一個體系的 不是嘛 不然它說 驅逐達魯 因為驅逐不是他們的人 恢復什麼 恢復中華 所以基本就沒有感覺了 中國 歷千年來 都是一直被殖民的 所以他們的獨立意識很強 那這種獨立意識很強 他來到台灣 他就鼓勵我們要獨立 因為一直被殖民的狀態 我們經過 當然過去我們也是 全世界很多 地區都是被殖民的 我們經過日本的調教 經過國政法把我們的租金建立之後 我們是一個有制度的國家 但是因為戰爭戰書 變成今天這樣 外面你注意看上面 美國國際的插在上面 美國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他不知道國際插在上面 這大家以前都沒有在注意 來到民進府就知道 唉唷 他在上面是美國國際 他比較是插電牌 台灣官府 中國戰區 台灣省壽鄉典禮會場 這是外長 來長跟外長不一樣 中戰 打到這裡要結束 簽署和平條約 中戰你就要簽署和平條約 你不是簽投降書就好了 你要簽署和平條約 簽的時候 比如說第一次世界大戰 協約國跟同盟國 在這個11月11號宣布停火 經過巴黎和會 經過巴黎和會 長達6個月的談判 要簽署 協商 很多東西都會回到 說 簽署協商這個部分 所以在這裡反而才說簽 簽了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 簽署和平條約 1952年4月28 和平條約生效才是戰爭結束 簽署 乘 kalha 戰爭結束 所以我這邊 戦爭不 要不爭 我都想要擦 要不爭 要不爭 要做什麼 繼續打 無論是聯合國 要不繼續打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戦爭很熱烤 比結婚更熱烤 因為結婚一天 戰爭的幾六年 撤軍 依照條約裡面 裡面有關於戰爭結束第六條 和平條約第六條已經有下了 生肖後 和平生肖後 撤軍不得晚於生肖後的90日 要撤軍 台灣跟有撤軍 美國跟有撤軍 表面看起來有 撤軍 覺得要撤 要撤什麼 你覺得要撤撤撤手 今天在說國際犯 都沒有人撤手 你覺得要撤撤撤手 是 你覺得撤軍 和平條約撤了 不用撤什麼撤軍 你覺得不用撤撤撤手 是 我找東西給你看 我們民間府 我們一定要拿劍骨 不要用說 伊拉克撤軍 單純的伊拉克戰爭為例 美軍只是進入征服佔領 協助民政府成立 他是軍政府嘛 協助民政府成立 然後主權歸還 當時伊拉克 處於不安定的狀態 然後美軍政府能耐留在當地 但是新總統歐巴馬答應六個月撤軍 最後美軍如期撤軍 看一下那個 那個檔案 撤軍的那個檔案打開 有文章 他撤軍是有簽的 有簽一個撤軍的協議 這裡 Agreement 這裡叫什麼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OI 伊拉克的那個國家 on the withdraw of 美軍的軍隊 從伊拉克撤出 withdraw 這就是撤軍 來看最後一頁 看最後一頁 有沒有 這裡有簽嘛 USA for USA 這是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國 要簽的 協議撤軍要簽的 網路一些人不折就不說 好看而已 幸福的 意思一下 這種東西都很嚴重 你再說意思一下 說那個幕後的 還是說那個形式的 那不是憲使自己的目的嗎 戰爭人們這麼艱苦 要去做這個東西 做這個動作 這 再來十一頁 這個 這個 我們說撤軍協議 如何撤 從哪裡撤 什麼時間 簽這個東西 無敵的人說 美國人都不照國際法 所以很多人不折 不會說 還是說 既然他想自己擲 好來 我們這個 撤軍耍了嗎 要不耍 我很想要耍了 要不耍 撤軍要不耍 來 那不可以賣 你跟我說 簽了嗎 我不會撤軍 怎麼可以賣撤軍 我不會撤軍怎麼可以 不行喔 不行喔 我們繼續看 條件式撤軍 有條件的喔 這戰爭很垃圾 所以回去要跟你們親人說 戰爭很垃圾 千萬人戰爭 除了和平的因素以外 因為戰爭很囉嗦 美國承認古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 美國將拒絕從古巴撤軍 除非古巴答應一些條件 要擔 才會撤軍 所以撤軍 簽之前 簽撤軍之前 都需要寫張的 不然你說後來撤喔 撤就撤喔 沒有啦 沒有啦 對 我們再來 簡單 說一下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告 有 有 有 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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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上承認 怎麼有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所以有效 有效 我想喔 我們過去 受了一些教育 所以有一種錯誤的認知價值 我們認為一個問題的答案 它只有對跟錯兩種答案 就是這樣子正反兩面 但是我們不會從多重角度去看 有效 有效在哪裡 如果有效 是有效 在什麼地方 如果沒有效 是沒有效 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這樣想 像這個問題 沒有效 沒有效 在什麼地方 開羅宣言的認知 開羅宣言 波子彈宣言 跟日本投降文書 跟舊金山合約 環環相扣 你如果要理解 這個 開羅宣言 一定要把這些東西都做起來看 才能了解 開羅宣言的原文件 原文 開羅宣言 什麼人說的 就這些人說的 哪些首領 哪些首領說的 我好像再感謝一個 丘吉爾 羅斯福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什麼 蔣介石 還有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就是 戰爭盟居的一方 單方面說的 開羅宣言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可比說 你的土地 你的土地 我們三人跟你學習 我們三人 我們三人說 把我們戰爭 要怎麼分他的土地 這樣 這叫做太羅宣言 這種叫做太羅宣言 先說 說起來放 因為戰爭要簽條用 有一個 參客的這個 東西叫做 Decoration 宣言 宣言的用意 是這樣 但是簽一定要完全叫開羅 要叫前面說的做 那要 不用 同樣 我們家說在中方 跟 蔡夫說 我這裡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但是是這個 當天的生活 想要改 可以啦 想要改 可以啦 因為那個 那個 同樣的人 或是說 塞夫會說 我這個可能 我想要改靠 房子比較大的 這樣可以 他就改 所以前面說那個 那個宣言 後面說這個 直接做的 這就是實作 直接實現的 開羅宣言是什麼 簡單說 開羅宣言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國際大師說的 他說 他是一種告示 不一定是籤儀 他是一種政治的主張 開羅宣言就是戰爭期間的政治主張 他是一種主張 開羅宣言說什麼 這171 這個台灣戰爭史回顧 他裡面說 英國主張台灣回歸中國 美國說 不可以這樣 要正經過 託館 杜勒斯說的 要託館 然後後來獨立 但是覺得說 這不是最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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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下咧 到今天去 開羅宣言在 這個1943年這個時間裡 以廣播發布公告全世界 請問 有簽名 我聽說 以廣播公告全世界 廣播的時候 都好 廣播發布在全世界 在廣播 要簽什麼 他是講的 大家 全自主張說好 廣播說 以后 彩羅宣言的重點 不是在他是不是有簽名 重點不是在那 是重點他後不用我實現 裡面說的內容他後不用我實現 開署宣言要看他的重點是在這裡 所以國際法律的位階萬國公法 我們剛剛有說 國際都成人都遵守 國際條約 國際協議 國際條約不可以違反萬國公法 國際條約不可以把百人的國土擱攔 台灣就是台日本的國土 實行憲法國 這是命土 所以條約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不可以擱攔攔 為什麼台青可以擱攔 台青那時候 台灣是他的殖民地 屯肯定啦 所以可以擱攔 是這樣啦 再來國際協議 國際協議都不能超越這個條約 所以什麼多邊合約 雙邊合約都不能超越 這個就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有寫啦 其他的之後 日本跟其他國家簽的約定是不能超越 這個就金山和平條約所限制的範圍啦 他的法律才有一致性 所以宣言或者是公告 也是簽條約之前的參考性文件的形式 參考的 不一定要怎麼做啦 所以波子檔宣言裡面有說啊 要把日本的主權限制在他現在什麼 九州本國 什麼 這個地方啦 四國這個地方 波子檔宣言有達到他的效益了 但是就金山和平 條約簽完之後 那個 有做完的 就有效 那 其他的沒有做的就不效了 所以 開署宣言不效的地方 跟有效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跟有效 來 開署宣言不效是怎樣 中華民國在1952年的時候 他要有 國家的主權 他才可以指定說 我以前有說開署宣言 你如果有國家的主權 你才可以指定你以前說的 他叫五年已經流氓了 他不可以 開署宣言說你不能發動戰爭 中華這裡說 不是的 那是阿強 他去發動戰爭的不是我呢 你都是中國 都是中國 不能說你不是中國 所以美國的一中政策就是 在這裡 觀念就是在這裡 你都是中國啦 阿強的發動戰爭 也是中國的發動戰爭 你發動戰爭 也是中國的發動戰爭 一中政策啦 台灣的領土如果要經過 轉移啦 主權要轉移 要經過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敢有台灣的主權轉移給中國 沒有啦 所以 不效 意義在這裡 開署宣言不效在這裡 所以 中國國民黨正在說開署宣言 但是他不效 就是在這裡 所以 重點 就是 中國台灣 慘不高 水不流 我們不用煩惱 我們只要尊教國制法 我們要回歷史的觀點 你以為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 我們今天 嘉義台灣民政府就是一直在走這步 走回歷史的觀點 本土台灣人 趕快趕快趕快 幫助你的親男朋友趕快趕快 尊教國制法 我們台灣有出路了 我們台灣才能走出 我們現在的 政治人的困境 今天你演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請往餐廳 第二教室那邊 過去那邊集合 我們現在往餐廳 第二教室集合 謝謝 謝謝